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水龙江 蓝白主导国会扩权 引发民众愤怒 现在的氛围就是 蓝白说你有问题就要被调查 蓝白的是非标准才是标准 是这样吗 清了行动展现的民意 不是民意 是民进党动员出来的 是这样吗 百位学者的声明 不敌黄国昌 翁晓琳的法学素养 还有国会调查权生效后 第一个开刀的就是绿营 是否用手机监控人民 台湾的是非黑白正在倒转吗 那民众现在自发想要罢免篮尾 国民党就想办法要提高罢免门槛 那整个的民意氛围会怎么发展 深烂选区的篮尾 包括徐晓星 傅宽奇等等 永远都无敌吗 现在谁的仇恨值最高呢 为什么叶元智说 建议罢免傅宽奇跟吴宗献 那当初选上的票数 跟现在的仇恨值罢免达标的门槛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不过这届立委就任还未满一年 还不能罢免 那会不会牵连到现在 正在联署罢免的基隆市长 谢国良呢 成为第一个罢免的苦主 那既然蓝白通过藐视国会罪 徐晓星说通过的是垃圾法案 他还在后面睡觉 那这是不是藐视国会 葛魁卓榮泰首度的施政报告 栏尾转身退席 这是不是藐视国会呢 还有全台各县市 也来推藐视议会罪行不行呢 花莲县市长徐真卫已经说过了 不接受 那台北市长蒋万安 基隆市长谢国良 也是被问到答不出话 行政院将提复议 民众党立委竟然说 只会加剧朝野对立 那朝野都已经对立成这样 有差吗 最近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我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发言人吴珍 中央好 大家好 再次政治评论王建民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于梅梅 中央好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中央大家好 再次国民党台北市员李明贤 大家好 前民进党中央委员张艺善 中央好 大家好 好 这是资论媒体员王瑞德 中央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蓝白通过国会扩权法 惹怒全台 那现在呢 民间就掀起一股 要罢免蓝尾的风潮 那尽管呢 这届立委任期 还未满一年不能罢免 不过呢 国民党似乎已经 嗅到了不对劲的氛围 来瑞哥 国民党团今天提议 要将这个选霸法 修正草案呢 这个抽出委员会 禁副二毒 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后来又说 又这个 又撤回了 那到底内容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形 那为什么又要撤回呢 世界上那么 最丢脸的事情是什么 最丢脸的事情是 做了所谓 黑箱扩权的行动之后呢 怕人家罢免 怕人家罢免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 让你没有办法罢免我 所以呢 就要把这个时候 国民党就要把这个 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说 以后罢免立委的票 一定要高过这个立委的得票 他的想法是说 比如说你得了十万票 那你罢免一定要超过十万票 才能罢掉你 门槛就很高了 那大家知道嘛 因为罢免的投票率会比较低 通常大选 通常大选他会结合着 比如说县市首长 还是这个总统大选等等 所以他投票率高 所以他得票率 得票的那个得票票数就高嘛 他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让你没有办法罢免 但是我跟你说没效 为什么他后来 把这个相关的 要净副二读的案子给测案 又测掉了 我告诉你很简单 如果他国民党 真的这样干的话呢 你看那十万人 你嫌少对不对 那可能就20万人30万人50万人走上街头之后 我跟你说 2026年2028年 国民党跟民众党你不用算了 人民的愤怒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2018年高雄市民 伟大的高雄市民 给韩国瑜机会 一个空降的韩国瑜89万票 打败陈其迈当选高雄市长 吃完来看我还净年 屁股还没有做热 就去选这个所谓的总统嘛 那结果选败了以后呢 又要回来 那么2020年的6月6号 罢免这个韩国瑜的时候 赵超康讲了一个什么话 他说不公平啊 不公平啊 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89万票当选 为什么50几万票就可以把他罢免 他说应该要修法 结果没想到高雄人 竟然用93万9090票把他罢免掉 比他本来当选票还多4万票出来 生命义数 他仇恨值高到无疑附加的地步嘛 所以高雄人真的叫小虎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爱恨分明 我给你机会 你不把握 我马上仇恨值就出来嘛 那我问你嘛 你修有用吗 而且韩国瑜是台湾罕见 两次被罢免 第二次成功 第一次因为核氏兴建的问题 四个国民党立委被罢免 当时门槛2分之1 过不了嘛 因为投票率低 你还要2分之1 这2分之1不是你的投票率的2分之1 是总投票人数的2分之1 所以很难 那个很难 门槛很高 所以后来修低到4分之1 讲难听一点 黄国昌自己还认为说 不应该有门槛 只要同意罢免 高过这个反对罢免 就罢免 如果不是柯建民 坚持要设4分之1门槛的话 黄国昌将成为 第一个没有门槛 被罢免掉的立法委员 因为罢免他的 是当时有罢免他嘛 罢免他什么人 就是今天被黄国昌奉落上宾 那天到517民进党 给他抗议大闹的 上海讲话的毛家庆 当时就是罢免黄国昌的 4万多票罢免黄国昌 2万多票不同意罢免 如果按照这个 早就被罢免掉了 那问题来了 那么现在对不对 他赶快撤离是为什么 国民党里面已经有人秀到 那个氛围不一样 氛围不一样 当然那么首当其冲 仇恨值最高 竟然不是傅昆期 也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西假新 变成叶元智 叶元智 叶元智为什么很紧张 因为叶元智莫名其妙 在脸书上发了一个声明说 他赞成动用国会警察权 哇 他贴出来的要 不得了所有的人 把介绍全部指向叶元智 那叶元智就觉得 我只是写了一个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打架我也打不赢人家 然后他也没有干嘛 你没有发现这几缸 叶元智非常低调 异常低调 我跟各位解释为什么叶元智非常容易被罢免掉 因为板桥这一区本来 板桥分东西两区 这两区本来 常讲什么西南西北 板桥本来都是这个国民党执政 到后来翻过来了以后呢 变成两个立委都是民进党的以后 行之多年都打不掉 打不掉了以后呢 今年1月13号 罗智政自己出了一些问题之外 还因为柯文哲的搅局 柯文哲得了369万票 但问题是总统票投给柯文哲政党票投给民众党 但是很多小草就把这个屈于立委去投给了国民党 他们要教训民进党嘛 结果因为这样子叶元智才赢了2293票 而且还是因为里面还有个欧巴桑联盟 拿走了9%的票哦 所以叶元智事实上呢 他只得到了7万8千多票 只要5万8就把它罢免掉 对 然后这个地方因为仇恨值非常高 因为板桥是新北市最大 有50几万的人口嘛 这个地方是都会区 所以呢 如果真的要罢免 叶元智真的很容易 那当然图全局也是 图全局他是差最少1229票 那么这个地方对不对 因为本来黄世杰 本来黄世杰也是受到我刚刚说的那个影响 包括投给柯文哲的这些票的影响 所以事实上桃园的大元观音都是绿大于蓝 所以这些区域真的 那当然徐晓星讲说 好啊 你们罢我一个 我就罢你民进党5个 来啊来啊来啊 全国一起罢 民进党现在罢不得国会全部改选 现在你改选我保证 人家白绝对不会过半 所以好等你过来嘛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大家就来网路上开始发起联署 罢免徐晓星 护婚旗已经有人了嘛 我跟你讲 还要一年才能够开始 明年2月1号 但是如果那个绅士整个仇恨值拉高了以后 我的天啊 你以为你徐晓星真的不会被罢掉吗 对 现在蓝白仇恨值是非常高嘛 那只是说国民党似乎嗅到那个氛围了 那国民党因为过去我们在观察 就是说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是最擅长 比如说这个每次的总统的人选 最擅长边选边改游戏规则 所以现在呢 也要针对这个选霸法来 来针对要把他的门槛提高吗 只是说为什么 进负二读之后 又这个在消息曝光之后 又把他撤回 吴珍怎么样观察 这分几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事情是国民党 当然现在有嗅到这个民意的氛围 其实这就包含我们从五月十七号开始讲的 本来当青鸟行动 最一开始场外开始聚集 聚集到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的立委 还在立法院里面发出善笑 怎么可能 我场外清点人数了 哪有八千人 但到后来包含十万人上街 我就笑不出来了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国民党立委 是真的开始紧张了 包含徐宇甄提这个提案 其实他这个提案最主要 这个提案其实在五月十七号当天 其实就排入立法院的报告事项里面 就说他那时候就要来一读 把这个法案送到委员会 那本来今天是要把它禁副二读 也是继续把这个法案往前冲了 但是后来可能 抽出来往前禁副二读 对没错 就是通过委员会相关的流程 对当然没有讨论 禁副二读就没有委员会这个阶段了 当然就不会有讨论 但是后来包含 马上被大家发现 国民党怕了抓到了 所以可能现在又撤案了 那这个提案内容里面的内容有哪些 这个门槛这个提高哪些东西 他主要要动两件事情 包含动选罢法 这个第一个事情是说 他要把 因为我们现在选罢法规定是一年之内 新的委员当选完一年 你总要让他做一下 你不能这个刚投票完 隔天就说好来罢他 那这样没完没了 所以选罢法规定说 一年内是不可以发动这个罢免 不能罢免 但是徐宇甄要把它改成 他条文要改成说 一年之内不能提议跟联署 就是因为现在罢免 其实最后尘埃有好几个阶段 总有三个阶段 一开始要联署 要得到1%的选举人 去找这个联署名册 然后后面要再收集这个罢免联署书 然后到最后才有投票 那现在呢 徐宇甄是规定说 其实现行法律已经保护一年之内 就是无论如何 这个委员是罢不掉的 中选会他也不会受理程序 也不会往下走 但是他说 一年之内你也不能提议 就算你看这个委员很不爽 你在一年之内呢 也不可以先来开始找一些人说 我们来开始准备哦 要来这个发起罢免某某某 就是不行 一年之内不能有任何相关的动作 宣传讨论都不行是不是 没错 就是你不能任何去 有进入这个罢免相关的活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他要去修这个 刚刚瑞德哥有提到 未来如果罢免要成案 就变成双门槛 因为现在其中一个门槛 是你要超过这个选举区 选举总人数最低四分之一 一定要超过这个门槛 这个罢免的最后要成案 票数要比这个委员当选的时候 票数还要高 那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就很有问题了 基本上是在阉割人民的罢免权 为什么很有问题是说 我们现在 选举包含每一次的结果 跟上次选举是无关的嘛 你不可能说 我立委第二次要选 要比上一届委员当选票数高 证明你有更强民意正常性 我才能换人 没有这种事情 因为每一次选举包含罢免 都是独立的 所以也不可能说 我罢免一定要你这个比 我现在过了三两三年要罢免 要比当时投票 他这个人得票数还要高 那事实上这是用过去的名义 要来制约现在的名义 那这样的一个论述呢 或者说修法是没有任何正当性的 此一时彼此嘛 为什么现在要罢免 就是因为他可能做了让人民 非常愤怒的事情 没错 重点是这个现在当下 有多少他选区的民众 对他感到不满 跟上一次投票的时候 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我不能上次投票的时候 把机会给你 后来过过了一阵我觉得不行 发现你不是做的太烂了 所以我现在要罢免你 那按照徐宇珍 这一个逻辑的话 难道未来我们立法院修法 你说我现在改选罢法 那我说不行 委员你要改选罢法修法 你的立法院 除非有比上次修选罢法 同意的立委 更多你才能修没有这种事情 而且甚至呢 包含法律学者 我们东吴大学这个法律系的教授 张家颖他已经提出了 这样的一种修法 过去是有大被大法官直接斥责的 就是宪法 四字499条 这个499条 当时呢 过去是我们国民大会 自己要修改他的任期 把他的任期去延长 包含五个月 包含总共第三届跟第四届 当时都要去延长任期 大法官就解释嘛 说定期改选是人民民主核心的 基本权利 你不能够以国大自己的身份 把自己的任期擅置的延长 剥夺人民选择跟实践民主的权利 所以包含四字499 这样的精神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今天我们东吴大学的 法律系教授张家颖教授 他也指出根据四字499这样的精神 你立委今天罢 我们讲罢免创制选举复决 这都是人民基本的公民权 那你立委面对到人民要以罢免权 来检视你的时候 你竟然说不行 我要把门槛拉高 来没收你罢免的权利 来实质保障我的任期 这样的做法 如果真的修下去 很可能也是会违宪的 是 所以我们看到 因为其实台湾的民主 本来就是越争取越多 那现在看起来是蓝白 让台湾的民主越来越少 罢免的门槛在过去是越调越低 现在蓝白想要把它调高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民众可以接受吗 那只说因为现在想要罢免的 包括傅昆琪或说徐晓星 他们都是在蓝营的优势选区 所以医生兄怎么看 这个比如说花莲王 就是傅昆琪 那现在有花莲出身的 反共网红巴炯就提出 他就说我们不是王的子民 我也不是王的男人 明年罢免傅昆琪 有我们花莲人打响第一枪 那到底在花莲要罢免傅昆琪困难度有多高 现在要先怪叶元芝 因为叶元芝怕到了 为什么傅昆琪 黄国昌照着念我叶元芝要扛 因为叶元芝最容易被罢免 所以罢免叶元芝 因为只差一千多票非常容易 而且叶元芝叫都会地区 都会地区很容易受媒体影响 仇恨值会加高 所以罢免叶元芝可能就是第一选项 所以所有人矛头都对准叶元芝的情况下 叶元芝竟然在所谓的节目里面说 为什么要罢免我重犯而已 要找主要战犯 主要战犯是吴忠倩跟傅昆琪 吴忠倩跟黄国昌一样 不分区立委罢不掉 那就剩下傅昆琪 你认为傅昆琪怕不怕 当然害怕 会怕打会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马上傅昆琪 就把所谓的提案提出来了 要调高所谓的罢免门槛 被发现了之后 才所谓的撤案 为什么呢 如果被发现 结果仇恨值更高 罢免的机会就非常的高 为什么这么讲 已经我昨天加入一个群组 花莲青年世代联盟 他们已经连提案书 已经开始发动了 这样子哦 好大家看一下 花莲选举区第十一届立法委员 傅昆琪罢免案提议人名册 已经在LINE 里面你可以直接取件到 加勒服也好 7-11也好 列印就可以取件 取件可以寄到这个住址 他们就可以提案 一趴的人数 一趴的人数 大概花莲 大概二十六万人 大概只要一趴 只要大概两千多人 多份的所谓的提案人 明年一月 只要认满一年 就可以马上立刻进入第二阶段的罢免 联署阶段 这动作很快 动作非常快 也表示傅昆琪 你逃不掉 你仇恨值最高 因为黄国昌 我们没办法罢免 那傅昆琪 你一定得接受选民的考验 傅昆琪当然觉得我花莲王 傅昆琪说对于人民的决定 他予以尊重 真的有尊重吗 还是背后想要拉高门槛 对不对 对他就害怕拉到这个门槛 变成是说你的同意票要 同意门槛要高于他的选票 他的选票是六万五千票 说真的六万五千票相当高 傅昆琪在花莲得票率非常高 民进党在那一区的立委 大概五万票左右 所以他有大概六万五千票 四分之一的门槛 也大概就是六万五千票 所以修这个法 对傅昆琪来讲 一样的意思 因为他说要超过他当选人数 但是四分之一的所谓的罢免 的选票 大概就是傅昆琪 所谓的得票数 所以傅昆琪要罢免 难度都非常高 我昨天在那个群组的网站上 就看见了一个提议 就是八九这样的人 是 他说我是花莲人 我户籍不在花莲 我们灾后 我们花莲需要振兴啊 我们全部把我们户籍 全部一会花莲 我们赴灾 振兴我们的灾后 花莲的经济 我们爱花莲 我们顺便可以打倒在花莲的富士王朝 这是在那个群组里面的留言这么讲 说真的 你说花莲人多不多 很多不在籍的花莲人 遍布所谓的台湾各地 只要有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 因为对傅昆琪看不惯 这一次他这样子所谓的为了他自己的复仇 他本来是经济犯 他不讲说是经济犯 说民进党用一百刑法 一百条白色恐怖对付他 然后去把所谓的国会扩权法案 变成他个人报复的法案 这样的仇恨值 大家看不下去的情况下 只要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 移居签回花莲 花莲人把你的户籍签回花莲之后 增加一万五千票难不难 其实难度一点都不高 而傅昆琪目前的仇恨值 事实上是有可能达到 所谓的四分之一的 六万五千票的罢免门槛的 而这个就是傅昆琪 今天会害怕的原因了 是我们看到 因为过去都说是花莲王 傅昆琪 他在这个当地的这个选票 非常的稳 这个这个县长当完 就当这个立委 那夫妻是轮流当 所以看起来在地的实力 是非常坚强 但是说这次因为强推这个国会扩拳 引发全民的愤怒嘛 所以要请教乌委员 怎么看这个傅昆琪在当地 是不是让这个政治网红 八炳来发起 到底能够发挥多大力量 同时我们要来检视啊 那这个许小新呢 在松信地区呢 也是他的优势选区嘛 那只是在这种氛围之下 是不是能够成功罢免的几率呢 八炳我印象他就是花莲人 那八炳其实他常常做的题目 都是跟中国啊 台湾啊这些有关系 反共有关 他这次弄不住 受不了了 说我们不是王的男人 我们不是他的人 花莲我觉得将来是一个重要指标区 我们回到罢免这件事情 我的态度就是 罢免是人民选拟 跟把权力收回来的过程 所以我们政治人物政党 我们不宜去涉入太深 我们尊重公民的活动 那你要知道选人很容易 我支持许仲江 我投你一票 我投给你的时候 我不会有任何障碍 罢免为什么很难你知道吗 你要罢免那个人 已经是掌权者 你才能罢免他 你要罢免韩国瑜 他是高雄市长 高雄市长会叫警察 出来取地你摆摊 会把你的看板拆掉 会叫人来冲 把地板那个冲鞋的那个印子 把你冲掉 因为他已经掌握权力 谢国良是现任市长 花莲王夫妻两个 一个立委一个县长 也就是说 要罢免一个人 除了仇恨值要够高以外 你对抗的是既有掌权体制 所以如果说 要找出一个最浪漫 最具革命性的公民的活动 罢免大概是其中一个 他对抗的英雄式的 那个热情要够 所以来讲仇恨值 其实是罢免为了自己的城市 罢免为了自己故乡 对罢免方来讲 那是一个英雄壮举 对于被罢免来讲 他叫做仇恨值 好了 用这个标准来看 还要找到可行动 当年要罢免韩国瑜 一开始大家的分析 你记得韩国瑜那边 还在分析说 不要插他 冷却他 不可能会成的啦 要几十万票 那时候估计要六七十万票以上 怎么可能投得出来 后来投出九十多万票 对 他从要不要理他 然后到要不要升高温 所以可不可行动 也是另外一个评估点 目前我坦白讲 国民党有点被民众党拐了 王国昌现在事实上 他是要仿效柯文哲的赞助 把自己成为小草的教主 可能未来要取柯文哲代识 那我们知道 当一个人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不再是一个政治人物 而是一个宗教领袖 是一个上人 是一个上师的时候 很多步骤 你去看那个邪教团体 他们都有些职业 当出现这些赫生 这个团体可能是宗教的邪教团体 优优独播剧场上